剛議次 早晉六月十八號危機 十二月以下日動煮COVID-19以降下的比率 大概百分之八十六點疫 因為六月到十一月 小孩煮第一檔的莫德納到現在 時間已經超過四禮拜 所以剛議次政府宣佈 想要煮第二檔莫德納的學動 對這日期的檔向五十八斤的醫療因素來移用 另外對六月二十二號開始 剛議次出現二十七斤的病院陷阱 也提供五月到十一月第二檔二檔 BNT以風車接種 並且可以自己以後完成主席 因應中央三部五月到十一月 這檔第一檔以風車 浪費時間約到四禮拜至八禮拜 當時更以這檔依港幻槍百以風車 完成第一檔以風車的主席 剛議次第一回六月到十一月 這檔第一檔莫德納以風車 對五月三號在社區開大到今 已經超過四禮拜的時間 所以剛議次進府幾月 要在社區議所先開始時打 不合條件的指導 對這檔期可以向剛議吃五十八斤的醫療因素 以後接種第一檔的莫德納以風車 並且需要帶到健保卡 和以風車接種的門下 另外對六月二十一號開始 剛議次二十七斤的醫療因素 也開始提供五回到十一回 第二檔BNT自動以風車的主席 對這檔期開放以後 但是所要含第一檔的以風車 浪費四禮拜以上 在學校接種的部分 也已經要在二十七號當時開始時打莫德納和BNT自動以風車的第一檔 目前已經開始調查國小結校接種主席議員 將配合學校科技的規定 安排學校學校來主席 細心新聞 長頂孫翁先生 剛議次 蔡宏博德 再講吃喝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 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